这是我 大人 请稍等 好 大人 我知道了 我会在这里等 老大人在世的时候 也没这么勤政啊 大人实在太辛苦了 六国的军费天天送过来 再过几年 鲁国就让他们给榨干了 这些人赖在渠府迟迟不走 就是为了那点军费 继孙家的封地成时 都让那三个贼站去了 孙孙家 孙孙家 孟孙家一个字也不愿出 大人要不进宫找君上谈谈 君上哪来的钱呢 这孔秋喜欢孤明钓鱼 在列国间的名气很大 若是他出面 跟六国军队交涉呢 当初我主张戒兵 孔秋极力反对 我心里很不高兴 现在想想 他有远见哪 孔大夫他答应了吗 不知大人是想用孔孔 暂时度过鲁国的危机 还是真想启用他呀 你把话说明白 大人有所不知啊 孔秋这个人啊 他只是看上去谦虚 其实这个人很浩漫 孔秋他只是看上去随和 实责这个人不好相处 要是用他暂时度过鲁国危机 你还可以 可长久启用的话 恐怕季孙大人就不得安宁了 废 孔秋这个人 他对别人要求太高 你还可以 真要做起来的话 恐怕连他自己也做不到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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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鲁国 毕竟不能只靠孔秋一个人哪 那还能靠谁 还有谁能挽救这个局面 上一代人信孔秋不够 我不会 再犯这个图 听着 我是真心赏识这个人 我看了 会吗 别说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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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量 紫夏先生 我爹特意嘱咐 小虎头一次来 不必苛求 谁是小虎 你要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问吧 是 今天给大家讲 商汤伐夏节的故事 商汤伐夏之前 派人到夏节的都城里 去打探情况 老百姓都在骂夏节的暴虐 什么是暴虐 暴虐就是说 他只随自己的意愿 干了有害于别人的事 别人的批评听不进去 反而变本加厉 说得对 可他是王啊 我们生下来呀 活在很多人的中间 有的人做王 有的人做官 有的人去经商 先做别人的儿子 再做别人的父亲 可不管做什么 我们都会和其他人产生联系 要担负一定的责任 不愿担负责任 随着自己的性子 去伤害别人 那就叫做暴虐 商汤没有决定进宫 又过了一年 他派人到夏节的都城里 去探听消息 老百姓呀 已经不怎么敢说 夏节的坏话了 只是私下里偷偷地说几句 马上就分开 商汤还是没有进宫 到了第三年 从都城探听消息的人回来说 夏朝的百姓们见了面 连话都不敢说了 只能仰头看看天 接着走路 商汤说 可以出兵了 结果商汤的军队 没有受到一点的抵抗 夏节死的时候 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 漂亮的妃子 拍马屁的大臣 替他作恶的将军 全都跑掉了 小虎 你说呢 他的珠宝呢 你可真是个贪财的家伙 让他把话说完 他已经是亡了 所有的珠宝都跪他管 他要那么多钱才干什么 其实 有好多人支持他 才是真正的珠宝 说得好 小虎 君王以天下人的忠诚为财富 小虎 小虎 小虎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你 不要理他 再看都出去 是我爹 小虎 出来 爹 小虎 小虎 嗯 请问你是哪一位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让孔秋出来说话 先生出门了 我的儿子 我自己教 用得着他吗 小虎是先生收的学生 我们正在上课 你真有什么事情 去跟先生讲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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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要大声喧哗 我说过了 我们正在上课 再吵一句 会有人轰你出去 哎 哎 好 我就当 没养过你这儿子 让孔秋给拐走了 那 你 哼 哼 报 邵正卯大人来拜 先生 先不要走 我还是回避得好 邵正卯来 怕也是要谈退兵之事 他若是真有良策 他若是真有良策 大人采纳便是 但若是卖国求安 我向大人 自有分子 是 孔秋 是想让子贡 出使齐国吧 子贡使齐 年底之前 退兵有望 可出使齐国 并非非得子贡啊 何必让孔门弟子 再添一项名声 孔门的弟子 最擅长的 不过是奢谈仁义 可是齐强果弱 与他们谈仁义 无异于与虎谋疲 这六国之中齐国最强 齐军最蛮横 我们不如把国阵交给齐国代管 助长齐国的气焰 是 五国一看 利益被齐国独吞 一定会撤兵 我们同时 在暗中派人去游说五国 小支也厉害 再给他们一些甜头 这样以比例至此例 用不了多久 齐国吞下去的 还让他原样吐出来 孔大夫料是如神哪 大人何出此言哪 孔大夫料定 你的退兵之策 必是卖国 那敢问大人 国库和你家私库里的钱 还能撑多久 那敢问大人 那敢问大人 国库和你家私库里的钱 你回来 那你回来 如果